刚才技术问题我简单总结一下 张哥也看一下我说的对不对 就压浪 吹浪很多人不太明白 我是这样考虑的 我先记住一个马有三种步伐 我都给发你们教材 你们随时马第一页就是对吧 马是有三种最基本的步伐 我们最简单的漫步溜达 四个提硬的 然后两个步伐的要颠上下两个节奏 它只是两个节奏 它就是快步 那么我们说的所谓的压浪 就是说你在快步的时候 你整个屁股是跟鞍子是贴合的 你是一直在压住它的 压着马的浪子 如果说你屁股不跟马鞍子一直接触 那就是起坐 咱们随之马的步伐也是以上一下的 这就是起坐和压浪 再一个推浪其实是跑步的范畴 你在跑步的时候它就是三个步伐了 这样你不会跟前面的混乱 跑步的时候 如果咱们一直是屁股跟马鞍子贴合的 它就叫推浪 如果说你一直把屁股撅起来 就叫轻起坐 我们跑得快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大哥 以前今天跑的时候 都是屁股稍微轻易的 离开马岸的 就不坐了 因为是这样一段 对 对 因为慢推的话是比较慢 相对于它们像想飞起来那种被干扰马 对吧 所以我认为你们先记住马三个步伐 第二种就是快步 如果是坐在岸子上快步 就是坐在岸子上 那就叫压浪 如果不坐在上面就骑坐 然后第三个步伐就是跑步 那跑步如果坐在上面就叫推浪 不坐在上面就是轻骑坐 就是我跟叶格还有跟张哥说的 我们屁股稍微缺一点 然后这种话会更省力气一点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记住三个步伐 然后再区分压浪推浪就好区分了 好吧 我讲的对吗 对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身材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党的占星 谢谢大家 我 喜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